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每家公司合作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利用每个人所市场的东西去分工合作 令指导团队更加有效力 其实这次在这个公司训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像我们买了10个那样 应该可以拿回1400元 但无故回来只有900多 令我们贷款部份的那班人合对所有的钱 继续所有的数据 令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浪费了很多时间 最深刻的是想到 虽然我们事前准备很充足 但到时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 例如是准备 很多事情会突然间 你预计不了 所以最重要的学会是如何应变 解决这些问题 我被人吩咐了要抢50.1元 但我拿着50元的纸币 但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抢 所以唯有立即应变方法 就是立即去问旁边的便利店 虽然很辛苦 但因为没办法 要立即应变 所以最后都解决了 在JA这个课程中 开会是占了一个很核心的部分 我们会带一些小纸给他们 直接写下它 然后我们再收集它 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之后再作一步分析 这样就可以更加原始地进行讨论 其实大家都想像到JA课程 我们有8个月 由组织去到Liquidation 其实时间是非常紧臭的 所以Deadline fighting 是一个非常之 common的现象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留下了 Extra和多余的时间 去面对紧急的情况 每间公司都有自己的问题 就像我们公司那样 在交易中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因为我们没有交流好 所以我们已经把所有货都卖了 甚至有些人订了货 都收不到他们的货品 那时候我的压力真的超大 幸好在这个假期前面 就将我们应该订了货的户 所以那些客人都给我们的货品 其实经过了JA课程 做过CEO 之后发觉 entrepreneurship 是非常之能力的 看到我们一个学生的公司 可以在社会上做到一个影响 其实我们身边是有无数的机会 不过来看你会不会去争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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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